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接着讲解王国的第三集和第四集的故事 上回说到,世子为了调查王的情况 和世卫一同前往东来寻找神医 没想到,竟然发现了大量活死人 刚刚上任的夫使赵帆巴乌将丧尸转移,引起了全面识变 本集的一开始,赵帆巴和几名手下躲在了屋子下面 外面奔跑着疯狂的丧尸 不巧的是,他们被一名丧尸给盯上 赵帆巴拼命逃了出去 手下却因为太胖,卡在了里面 仅仅被摇了几秒后,手下也便已成为丧尸 可想,这批丧尸比之前池律轩的第一批转化得更快 一番生死逃亡后,赵帆巴将自己锁在了监狱当中 开门的小兵也在被摇几秒之后失变 赵帆巴身为无耻男儿,只会大喊大叫 竟然躲在了一女身后求保护 看着牢笼外面成堆的丧尸 他被吓得瑟瑟发抖 还没有一女胆大勇敢,这关肯定是买的 永信这边也没有闲着 依靠自己的超强外挂 站在房顶上捞人,尽显英雄主义色彩 但是,英雄也是一个活着的人 一位妈妈为了让孩子活救,自己被咬 幸福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他被蚕食,却无能为力 失变的速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他们没有感情,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 也不管你是贵族还是穷人 只要你是活着的人,都会成为目标 其中,河面小川上有一只丧尸,隔着河水对视狮子 他并没有发出嘶吼想要攻击他的意图 暂时只能猜测,丧尸眼睛是看不到的 可能靠的是嗅觉系统 至于怕不怕水,目前无法验证 狮子在逃亡的路上得到了侍卫的帮助 跟随着其他人群找到了野外的军营 军营的城墙竟然是用木头做的 防御力低的一批 和美国丧尸世界用玻璃门阻挡有什么区别 军营的守卫拒绝受流逃亡的百姓 面临手下射杀想要爬进来的人 差一点一箭将狮子误杀 在他们争执期间,丧尸军团已经汹涌袭来 并且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狮子虽然想拯救自己的百姓 但是有那个心没有那个能力 跟随着侍卫跳进了水里 紧跟其后的几只丧尸也跳进了水里 不过他们并不会游泳,挣扎着沉入到水底 沉底之前,从他们口中吐出几条像虫子一样的东西 岸上的丧尸也不再追击狮子 由此可见,丧尸并不惧怕水 也不怕跳进水里 而是单纯的不会游泳 同时,他们主要靠嗅觉追击人类 狮子跳进水里之后,掩盖了人类的气息 所以岸上的丧尸闻不到人类 也就失去了目标 狮子他们两个才能险些逃生 这一晚,过得是非常漫长 赵学舟和王后看着诗变的王进食 永信和一群人躲在了房顶 贵族一家躲在了自家阁楼 赵帆巴和义女依靠在一起 当太阳升起来的那一刻 所有丧尸纷纷躲了起来 背阴的角落,衣柜,到处塞得满满 有的直接跳进井里 更能够证明他们不惧怕水的特性 天亮之后,幸存的人重新走上了大街 副官带着军营剩余兵力也在此刻出现 经过这么一晚上的折腾 小镇活着的人已经所剩不多 医女建议应该立即将所有的尸体烧掉 否则晚上他们会再次复活 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贵族老太的拒绝 他的三代独生子也成为了丧尸 他是不会允许把尸体烧掉的 即使是夫使赵帆巴 也不敢反驳老太 可想当时的等级制度是有多么森严恐怖 副官出了另外一个搜主意 根据尸体的穿着区分穷人和贵族 只烧掉穷人 贵族的挖坑深埋 此时世子气势汹汹的出现 一巴掌就把副官扇倒在地 想到昨晚差点被射死 奔向一刀将他砍下 但目前急缺人手处理尸体 暂时留下他的一条狗命 世子下令 不论穷人和贵族 找到的尸体全部烧掉 以最快的速度点燃烽火台 请求派军队来控制局面 烽火台在古代是传递消息的方式 烽火台被点燃 说明前方出现了战事 然而都城的官员还忙于权力斗争当中 城郡馆的首长 私下见面了赵氏家族的官员 想通过联盟硬闯王的寝室查个究竟 他还答应 那位安炫大人也会出现 安炫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不仅仅是世子的老师 同时也是一位将军 三年前 就是他带人将国家从战火中拯救了出来 在百姓中 是十分具有威望的人物 目前 他在上庆地区 为三年前的事情守效 城郡馆的首长 对这件事情充满信心 计划刚刚不出 给安炫的信便被赵学舟给拦下 赵学舟他很信任安炫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相信安炫不会反抗他 对于首长的计划 赵学舟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另一边 赵藩八命令医女帮他诊脉 其实赵藩八喜欢上了他 他告诉医女 昨晚的救命之恩无以报答 以后他一定会慢慢报答这份恩情 直到黑发变成白发 他都会将医女留在身边 这么含蓄委婉的表白 医女硬是没有听出来 误认为是他身边需要一位医生 哎 怪不得医女这个年龄还单身 狮子在神医的屋子里面 找到了记载复活王的病治 将生死草碾碎 用针带着药插入王的印堂学 一个小时之后 王复活了 医女告诉狮子 事变第一晚的事情 当时医女和永信推开门之后 发现事变的人群 神医慌张地冲了进来 口中念叨着什么 说本不应该这样的 单儿被咬后病了几天 并没有发生事变 但是这群人被咬之后 竟然具有了传染性 当他要把这个情况记录下来时 神医也发生了事变 狮子知道了赵学舟的阴谋 单单凭借自己的力量 很难对付他 所以狮子决定前往上周 找自己的师父 安炫大人 而副官他们并没有按照 狮子的要求烧掉尸体 他们乔装打扮 和一群贵族坐上了最后一艘船逃跑 欺骗赵凡巴说狮子已经先行走了 岸边的人绝望地看着船离开 副官则开心地喝起小酒 如果留下来 人手不足根本无法烧完尸体 晚上他们很有可能也会成为丧尸 就算能够活下来 狮子也不会忘了射箭的仇 倒不如趁机一逃跑 万一狮子也被咬了呢 他要抱着赵凡巴 赵氏家族的大腿 这样的话可能会活下来 算盘打的是霹雳巴拉响 但是贵族老太把他的儿子的尸体 也带上了船 狮子赶到的时候 船已经消失不见 眼看天就要灰 当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躲起来 一女剑影回到池黎轩 之前丧尸被堵在里面就没有出来过 于是狮子带着幸存下来的人 步履蹒跚 行走在山林 没想到 石头的缝隙中藏了一大堆丧尸 待到太阳落下山时 丧尸一窝蜂地冲了过来 这时 永信展现出他隐藏的技能 每一发子弹都能爆头 可以说是百发百中 这令誓子对这个人十分震惊 普通人的枪法怎么会比军队还要强 在窘心的帮助下 誓子总算躲进了池黎轩 依靠着土墙 暂时挡住了丧尸的进攻 逃跑的船上就没有那么好过了 贵族老太心疼儿子 打开了锁制的箱子 一时间 船上乱成了一锅粥 誓子这边坚守了一整晚后 终于迎来了温暖的太阳 总算是又多活了一天 百姓对誓子的救助十分感谢 誓子体会到了民间的疾苦 将随身携带的肉干送给了大家 刚刚才平静下来的人群 饭还没有吃 外面再一次出现了一股强敌 他们就是赵学舟派的第二批进军 赵学舟的手下将他的儿子人头送了回去 看着唯一的儿子被杀 虽然知道儿子已经识变 但是这个锅还是要强行甩在誓子的头上 他下令 见到誓子要让他悲惨的死去 进军紧听他的安排 确定誓子在持旅圈后 不管里面百姓的死活 疯狂朝着里面射箭 好不容易活下来的无辜人群再次丧命 在此只能感叹人活着好累 不光要抵抗丧尸 还要担心同类的残杀 为了救无辜的人群 世子和侍卫引诱进军 义女和永信趁机救下被困的人 奇怪的是 世卫很是了解进军的口哨信号 引导他们去往了别处 进军首领知道这是他 命令手下不再前去追捕 因为他知道世子的下一个去处 他的手上出现一张写着上周安宣的纸条 这表明世子的动向一直有人通风报信 至于这个奸细是谁 目前还无法确定 傍晚 城郡馆的首长得知了东来烽火的消息 他拉上了两名赵氏大臣 要强行进攻面胜 正翘遇到了要进攻的赵学舟 他并没有阻止大臣要面胜 反而主动带着他们 王后得知后 让下人赶走他们 还拿着王后的架子 要压制自己的父亲 赵学舟一个眼神告诉女儿 谁才是真正的霸主 此时的天已经黑了下来 赵学舟丝毫不怕大臣知道王失变的事情 儿子的死对他产生了巨大打击 他的手上拿到了之前逆反的协议 上面有着首长的手印 看着眼前失变的王和协议 首长知道王国已经完蛋 现在真正的掌权人是赵学舟 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他 首长被戴上逆反的帽子关押了起来 赵学舟拿着儿子的头颅见了女儿 直言不讳地告诉他 他要杀掉所有和世子有关联的人 谁要是敢阻拦他 他就杀掉谁 我让你坐上王后的位置 不是让你阻碍我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生下一个儿子 王后答应他 一定会生下一个接替海员赵氏的王室 从他们的对话可以看得出来 赵学舟打算改朝欢代 将李氏王朝改成赵氏王朝 虽然身为妇女 但两人间的对话也都是暗藏杀鸡 心里面都装着自己想做的事情 相互利用 玩全力的人真可怕 到此王国的第三集和第四集剧情告一段落 根据这几集的信息可以得知 丧尸这种怪物在三年前就曾经出现过 第一批丧尸由神医用生死草复活 并且只用死人变活 被他们咬死的人是不会识变的 第一代并不具备传染性 但是吃了被第一代咬死的蛋儿肉的活人产生识变 他们属于第二代新型丧尸 被他们咬过的活人也会成为丧尸 至于其他的信息就要看接下来剩下的两集 本期就是这样了 下期会讲解最后的两集 世子会不会安全地找到安炫大人 间谍到底是谁 下期内容更为精彩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下期待 217 30 5 哈哈 sar 我的